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甚至比他们还要厉害的人物 这答案在我这肯定是有的 可以这么说吧 今儿的这位主人公用三没有来概括 没有他 很可能阴阳风水学术就要晚出现百年 没有他 中国的语言学生物学乃至文学的发展进程都要受到影响 没有他的算卦宇宙 就如同没有钢铁侠的漫威宇宙 甚至还提前三百年就预言了中国的统一 是不是听着这首歌巨牛白 可他的大名就因为自己手剑打了双眼号的 给山海经做注解 常常被忽略掩盖 这位牛到不行的大佬就是郭璞 我们弹幕扣1准备发车 郭璞自景纯河东文喜人 就是今儿的山西省文喜县 生于西晋武帝贤宁二年 足于东晋明帝太宁二年 是两晋之交著名文学家 训古学家 堪于补士家风水学家等等 好古文 精同天文立算 不是为当时的统治者所重用 这小郭他爹郭苑是当时剑平太守 作为光二代 郭璞的这个少年时代呢自然也是一时无忧的 这教育呢也是相当的有保障 而且最让老郭满意的就是 儿子郭璞从小就异常的智慧且沉稳安静 你看就是小时候读书长大当官的一个好苗子 唯一一点不好的吧 就是这孩子喜欢读书不假 但是总喜欢读一些奇奇怪怪的书 近书本传里面称 这老郭看在眼里面也是很苦恼啊 没事呢就把郭璞喊过来教育 语重心长的说 儿子不是爸反对你这些什么鬼的 关键是吧高考他也不考呀 你说你看过这些有啥用呢 听话爸都给你收起来 你就安心的写文章做诗词 等你名气大了爹再找个人 推荐给你当公务员 你到时候想咋看就咋看 郭璞挠了头说爹地我看这些书呢 也不耽误我学习当官啊 凭啥要收起来 这老郭也听就火了呀 糊弄老子是吧 你整天捧着这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儿 都快跟你老了我不在一个次元了 你哪有时间看什么正儿八经的书 郭璞也不着急 淡淡地说了句 不信你问呢 老郭就气笑了 抄起手边一本紫约诗云 找个几脚噶啦的这些生辟知识点 就想考倒郭璞 谁正想郭璞行云流水对答如流 而且见解读道 老郭不服气啊 于是又考作诗 而郭璞张嘴就来 格调高雅朗朗上口 看见老爹不言语了 郭璞就摇摇头 又拿起书桌上一本 画着各种奇珍异兽的古书研究起来 这本书是他11岁那年偶然得到的 这翻看第一眼就让他郁郁霸不能 仿佛整个人都要融入到书中的世界里了 可这古书因年代久远到甚至无法考证 书中的一些记载和表述也让他摸不着头脑 因此就将古书随身携带 时常拿出来研究 老郭一看 这儿子天资超群啊 自己根本管不了 既然如此 还不如成全了他的兴趣 于是就多方打听 终于给郭璞找了一位好老师 《禁书郭璞传》记载 有郭公者客居河东 精于补士 蒲从之授业 公以青囊中书 九卷与之 游士随动五行天文补士之书 虽精防管路不能过夜 蒲门人张仔长妾青囊书 未及读而为火所分 大致的意思就是说 当时客居河东的郭公算卦很厉害 郭璞自从跟了这位老师 那是如鱼得水 郭公也特别喜欢这位聪颖的弟子 竟然将自己年幼时偶然得到的一部 奇书 《九卷青囊中书》传给了郭璞 郭璞很感动啊 就说 师父你太无色了 如此浩瀚深邃的书 就这样传给我了 老师说 嗨别客气 给你就给你了 反正我也看不懂 就说郭璞在老师的住处前行研究 长达六年时间 没踏出过房门一步 我估摸这可能是入定之类的 要不然你说这六年时间 上厕所怎么解决 有点想偏了 待到再次出山 郭璞已经隐隐有了先世之风 隐世郭公看到弟子 竟然真的参透清囊中书 不仅感叹 当年我在山中得遇高人 将此书传悟我 并对我演讲 不只是代为保管 将来自有传人 由此得到 看来所言不虚 后来郭璞有位弟子 名叫赵仔 把这部清囊中书偷了过去 结果还没有来得及看 就被火烧没了 从此这部奇书就消失于世间 要说真正让郭璞明晚天下的 还是他学成出山后发生了一件事 所以说郭璞出山 词别师父回到家中呢 也不跟家人寒暄 只是埋头收拾行装 还不忘招呼亲戚们一同收拾 老过纳闷啊 别人远到归来 回家都是放行李 这孩子学傻了吧 回家反倒收拾起行李来了 如果不见家人一脸貌咪啊 催促到外族人要入侵了 我们的家乡要被人占领了 赶紧收拾东西跑路了 这家里人虽然郁闷 但是出于对这个孩子 从小性格也很沉稳 办事又非常牢靠的一个信任 就全部都跟着他离开了 于是乎山西的百姓就看到这样的一个奇观 青天白日朗朗乾坤 高门大户老郭姐放弃产业和田地 跟逃难似的举家搬迁 朝着江南进发 大伙都感叹 你也可能让孩子不识字 也被跟郭普似的读书读成了疯子 可就在郭普带着全家离开的第二年 匈奴就占领了山西 郭普带着全家长途跋涉 来到大将军照顾的领地 当时早就已经人困马乏了 就想要暂住一段 可正好赶上赵顾最心爱的一匹战马死了 这武将爱马嘛 可是出了名呢对吧 吕布当年为了赤兔马 都能杀他义父 人家赵将军因马心痛 不愿意接待这个江湖术士 也很正常 郭普听说此事之后呢 便对士兵说道 不就是区区一匹马吗 我能让他复活 当兵的一听 呦呦呦不得了啊 赶紧跑去告诉赵顾 赵顾气得直跳 马死不能复生啊 这个姓郭的还真以为自己是神仙呢 给我抓起来 要是不能复活我的马 我就弄死他全家 此事郭普正好从外面走进来 接话道全家我都随身带着呢 方便 也不等赵顾发作 吩咐身旁士兵选二三十人 手持长杆向东走三十里地 就说会看见一个土地庙 然后呢用杆子打庙 打一会呢就会打出来一个东西 嗯你们把这个东西抓过来就行 士兵们就面面相去 都觉得吧 这个人可能脑子不太正常 是个神经病 也没有一个人动他 赵顾一心想让郭普死得心服口服 于是就当即命令士兵去照办 不说半天啊 一群士兵真的扛这个马带回来了 众人看向郭普的目光也完全都改变了 这马带里面呢 装的是个猴子一样的怪物 还真是 他们按照郭普的吩咐 打土地庙 打出来的一个宝宝 只见郭普抓过带子 朝着马尸体一抡 那怪物抱着马的口鼻是一痛呼吸啊 只见那匹死马突然站起来 蹦跳着开始吃草了 一如往常 照顾见状呢 也顾不得去看自己的战马 挥挥手呆呆地说 准备房间韭菜 招待大仙 郭普带着家人走到卢将军这个地方 太守洪孟康 听说郭普来了 那特别开心啊 就让郭普给他算一挂 郭普占卜结束之后 只告诉他一个字 拜 这洪孟康不以为然啊 郭普也不劝 就带着家人就准备离开 正收拾行李呢 看到他借宿的这家人呢 有个丫鬟 长得内疚一个带劲啊 于是就对他爹说 爹你看我长这么大了 连个媳妇都没有 你想不想抱孙子啊 老郭点点头 你看我像孙子 就你那整件神道的 咋的 姑娘从天上掉下来的啊 郭普的弄嘴 这不就掉下来了吗 老郭对儿子的谱性言论啊 也不以为然 只见郭普从家人 背着的粮食当中 抓住一把红豆 口中咽咽有词 哗 往地上一洒 只见上千红一人凭空出现 把主家巨大的宅院围了起来 主人很奇怪啊 这两年我也没见过 走近一看呢 红一人又没了 然后刚一回屋 红一人又看见了 这主家一想 指定是有妖魔鬼怪在作祟 诶 这不家里现成的 住着个神棍吗 赶紧把郭普请来问问 郭普就装模作样 掐纸计算 然后说到 人家有个丫头不香 应该把他给卖了 派一位家人 带着他往东南方向走十五里 看见一对中年夫妇 对方出啥价格 就卖啥价格 千万不能讨价还价 盯着没 赶紧去吧 完了就来不及了 就这样 郭普就派他的姑姑和姑夫 花了两个饼的钱 买了个媳妇 往事大手一挥 只见上千红一人自捆双手 排着队的跳进了锦里 消失不见了 郭普一家离开卢江没多久 胡江太守 胡孟康就在一场战斗中丧生 如江失守 到达江南之后 东靖元帝司马瑞 最信任的大臣王导 非常喜欢郭普 凡于大势不觉者 都会让郭普替他占卜 有一回呢 郭普看见王导 就跟他说 王大人看你面相 最近可能会被雷劈啊 王导也很尴尬 这个小郭 你礼貌吗 郭普也不管 还是自顾自的说道 你派人一直往西走 看见第一棵百树就砍断 截下和您身高一样长的一段 回来就放在您睡觉的床上 至于您自己哪凉快哪待着去吧 这个王导国事繁忙啊 本来就不想理他 我转念一想呢 千金枝子坐不垂堂啊 这小子邪乎啊 我还是宁可心情有吧 就派人照做 结果几天后的夜里 突然狂风大作 电斩 一头闪电 啪 劈穿屋子 直接击中王导床上那截木头 王导呢按照郭普的话 找了个凉快地儿 睡在马棚里躲过一劫 从此王导对郭普 但是更言听计从啊 王导的哥哥王敦 是东晋掌握兵权的大将军 为人吧 容易上头 王导就派郭普去王敦身边 去做官 希望哥哥有事儿能多问问郭普 别总冲动坏事儿 结果王敦大权在握时间长了 也肿胀了 就想要造反当皇帝 就把郭普叫来 问他说 你给我算一挂 我还能活多久 郭普认真不算一番 说道 你要是造反 活不过今年 你要是老老实实待着 寿命还长着呢 王敦一听都惊了 唾口而出 你怎么知道我要造反 这随后呢 见事情败露 就恼心成怒问郭普 那你算算 你自己还能活多久 郭普说 你要是不造反 我就寿命延长 你要是造反 我活不过今天中午 这王敦脑子慢 仔细盘算 好你个老小子 两头多呀 男人 快出去杀我 结果几个士兵就押着郭普 前往了行刑的地方 郭普就问士兵 去哪儿杀我呀 士兵说 男杠头 郭普顶顶头 那指定是在两个柏树中间杀我 树上还有个巨大的喜鹊窝 结果一行人来到树下 找了半天 果然在树叶之间 找到了一个巨大的喜鹊窝 不一会儿 负责砍头的柜子手 气喘吁吁跑来上班 看见郭普大惊失色 怎么是你 这兵士们也大睡一惊 咋的 这人生年二旧 呸 柜子手骂的 多年前我在城中行走 有一个人叫我名字 我回头一看 正是此人 我问他咋知我姓名 他也不说 只是强行把一身上好的衣服送给我 咱哪里敢要啊 这人却说 你只管拿着 五年之后你就知道了 谁知道今天要杀的人 竟然是他 郭普笑着说 还愁啥呀 赶紧整完下班 大家伙从没见过这么不怕死的人 可 将领之令难违啊 只好将郭普杀了 病士们回去之后 将事情详细的跟王敦讲了一遍 此时的王敦也冷静下来了 觉得自己想要谋反这事吧 也很无耻 心下是既后悔又后怕 心想这要万一自己真没忍住造反了 那岂不是真像郭普说的 活不过今年 郭普一生像这样类似的占卜呢 有六十多次 没有一次是不应验的 他曾在死前预言全国 我还要再分裂三百年 因为江东王气未尽 三百年后自会统一 果不其然一直到公元五百八十九年 随朝统一全国 整整过去了二百八十五年 他创作藏书 被称为中国白氏宝典 用仅仅两万字 也就是 公自我武器视频的这个文字数量总和吧 就阐述了风水学的几乎所有要因 也就是从这本书开始 我国才真正意义上有了风水这门学问 更值得钦佩的是 郭普不仅仅是一位能掐会算的风水先生 这么轻易被概括了 他为尔雅和方言作著 为汉语树立了较为明确的语言观念 为后世记载当时活着的语言 就是各种方言 更注解了汉语言文字的演化变迁 他是一位地位极其重要的语言学家 不仅如此他还为山海经做著 对道教及中华文化中的神仙体系影响 可谓是极其深远 他的诸多著作都详细介绍了 动植物的形状性质 是我国生物学史上起着 成前起后重要作用的学者 他还是我国文学史上 游仙师的开山鼻祖 文仙雕龙是这么评价他的 景纯艳逸足贯中心 后世受他游仙式影响的优秀诗人 也更是不胜美举 比如李白 听我刚才说的这些 也能感受出来 郭普是因为横跨多学科的学霸大佬 也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神秘牛人 但和其他诗人相比 他的名字往往被他的作品所掩盖 可能这也正是郭普本人所希望看到的吧 或许他也曾经畅想过 几千年后的一天 中华的后人们还能捧着山海经 对其中的内容赞叹不一 这也就不枉郭普先生从十一岁开始 就对山海经长达几十年的注解 有人说先生为了小米战火牺牲了自己 殊不知先生被杀的第二天 有人看到他在南京城的街上 售卖自己的衣服呢 这里是一条线索一个故事的 脑洞大开竹 记得一键三连加个转发 告辞不送 如果你对竹公子的视频感兴趣的话 记得点击新月哦 我们下期再见